你要冷静 有什么事你也不能嫌傻 不是 这个马连早 这么整我们 我们得整回去 整回去 怎么整啊 我怎么整啊 出品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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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报告队长 据我观察 一应一定是提前有防备的 什么防备啊 当时无人机一出现 马连长就立刻吹哨了 这时候明里的 暗里的 呼啦啦出来十几个人 不超过十秒钟 所以我说 一定是埋伏好的 这就是你的发现 是 那你有没有发现 一共多少个人啊 算上马连长 一共十七个 对对对 你们俩 回去一起一份检讨 认识要深刻 明天给任马连长送过去 写检讨就行了 怎么着啊 你还想加个餐什么呢 不用了 不用了 检查就行 报告队长 我跟齐晓天 一定好好写检讨 深入反思 出击灵魂 吃饭 是 是 这齐晓天还真是个孙猴子啊 孙猴子用好的 就是齐天大晟 要是用不好 就是山大王避马问 队长 其实 其实你想说 我也是孙猴子对吗 我可没这么说 看看这个 根据两次考核成绩 就要被淘汰啊 没错 而且今后 还会不定期地考核 锅盖投离每一名成员 都有被淘汰的可能 只有这样 他们才会时刻保持危机感 和对胜利的即可 喂 灵灵 那个宣传谷的高干事 刚刚找我 是今天晚上的联欢会 让咱们家属 出个节目热场 小洛 我 你 咱仨都得去 我不去 不去 我又不是家属 我看你们俩互当家属啊 那是早晚的事 你跟张启那点事啊 全团都知道了 你还躲躲藏藏地干什么 我们能有什么事啊 还 全团都知道了 这有什么新鲜的 这里可是特战团 什么时候能逃得过 侦察兵的眼睛啊 别胡说 珊珊姐 这节目就你跟小洛去演吧 你们名正言顺 我就免了 这隋军的 和临时来对的家属 凑一块儿没俩人 就没有气氛 就凑个数吧 你不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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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着 你拿我当不当姐姐 这不就结了 你是我妹妹 小洛呢 是老潘的妹妹 都跟家属站边啊 另外这团里也没个女兵 你们集训队出个女兵代表 顺理成章 这下没问题了吧 好吧 站在我珊珊姐的面上 我凑个数 凑个数 凑个数 心里早就乐开花了吧 这是我见过战斗力 最差的女兵了 屡战屡败 眼看俊勋就结束了 今天晚上这演出啊 可是我和珊珊姐 给你织的最后一招了 还拿不下 我都看不下去了 小屁孩 我没你这么好战啊 珊珊姐 咱们晚上什么战术啊 战术 是 是得研究个战术 要不 咱们下载个伴奏 来个小歌唱 呵呵 研究什么呀 拿出点自信嘛 我们三这美貌 这歌喉 别说是上咱部队联欢会 就是上地方电视台 也分分钟拿下 今天晚上只给 珊珊姐 你自己的一波 你自己的一波 是我身上的地方 在这片凉湖的土地上 看书都要并为你疯狂 第一次听你唱歌 真好听 以后在家也唱啊 就知道哄我 专家好听的书 那是 我不哄你哄谁 明天有快递了 记着收 又败家了 什么叫败家呀 给二宝买了个文华 瞎花钱 这在肚子里还不到三个月呢 你倒好把十岁的玩具都买了 我看是你想玩吧 这 这叫兵马未动 粮草先行 懂吗 怎么了 我突然肚子有点不舒服 那我扶你进去躺过吧 没事不用不用 我在这儿躺过就行 那行不行 你在这儿躺 把脚跟电高点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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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口 快 神经投摇 向右开进 向前看 向前 立正 从今天开始 是 你们将离开郭盖头营区 开赴古丘基地 实施野外诸训 对于郭盖头每个人来说 古丘 将会是你们脱胎换骨的天堂 你们将会经历 前所未有的磨炼 能不能最后留下 完全其坚于 你们自己 我再强调一遍 我再强调一遍 在中勋期间 依然会实行 不定期的抗核 连续两次综合成绩 倒数第一的 将会被立即淘汰 听明白了吗 听明白 你们二连这体能训练是怎么回事 你连长你看着不得红吗 你这连长都这样 你那兵能好吗 问你点说话 营长放心 我一定把体能训练搞上去 营长 你就不能 报报 是 你先回去吧 是 到时候要你好看 营长